各位男朋友們 如果你的女朋友希望你尿尿做的話 其實做著也不會少一塊肉 為何就不做著呢 她怎樣 她說她喜歡你的味道 她就跟你告白 所以就有點想聞 那其實你這樣就要帶她去看病 你是不是自己才要去看病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照你們所看到今天的擺設完全的不一樣 就是說喔 我們公司來了兩個新的企劃 他們就幫我設計了新的節目啊 問神不如問阿菜 YA 實在太多人 到我的FB啊 IG啊 那個私密 私密處 私訊 他們沒有要看你的私密處 其實也蠻突然想看的 好 就是太多人密我 然後就問我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欸 既然大家都這麼有疑問的話 我就來問嘛 那每一週呢 其實我們的題目會有一點不一樣啦 所以呢這個問題呢就會由你們來問我 收集起來之後 我們每一週會選出四個問題 然後讓我來回答 你知道在那個美國的一些海灘上面 啊有人就掛了牌子在身上 然後寫了兩塊錢 他說你給我兩塊錢 我就幫你解決這個疑難雜症 是真的有這種街頭藝人 真的啊 真的有這種街頭藝人啊 我今天就是你的解答 就是說先答案 好 阿菜 我們現在前面有看到四個信封啊 你隨機挑一個來回答問題吧 OK 我先挑這個 我男友尿尿時即使馬桶蓋有先 尿都會見到馬桶外 我請他坐著尿 他卻跟我生氣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啊你男友的姿勢是怎樣 他是Bit 10是不是 欸 我們這邊現場其實有三個男生 坐著尿會生氣嗎 我都坐著尿嘛 我這邊講到一個題外話 不好意思你要讓我插一下 不是那種插 不是那種插 你知道我在飛機上啊 我飛一個班機 一直不懂為什麼大家給我尿尿的時候 不能把那個尿注射在馬桶裡面 而是要注射在外面 我就很生氣欸 各位男朋友們 如果你的女朋友希望你尿尿做的話 其實坐著也不會少一塊肉 為何就不坐著呢 好 你就跟你男朋友講說 以後如果你不坐著尿尿沒關係 早上起來我就讓你玩GOLDEN SHOWER 基本上就是女生尿尿在男生身上 男生因此感到興奮 說不定她男朋友因此得到開發 下一位 跟女友做愛時 她會越來越興奮 阿阿阿阿彌陀佛 那我這個我有聽過一個例子 然後每次讓我很解嗨 但女友樂在其中 而我有了陰影 請問阿菜會怎麼處理這個狀況 你就掐她脖子 你說在她阿到頂點的時候掐她脖子 因為她可能快到了 但是你不要太用力 就是有時候女生如果你到一定的興奮度的時候 這樣是增加興奮度 如果不行的話 你覺得那個太殘暴 你就嗚她嘴巴 阿阿阿 然後就 這樣子阿 然後就順便再接吻 然後她就沒辦法阿出來 這個問題呢 我今天不意外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很意外的原因 是因為我可能在網路上有 然後我又聽我朋友講 就有兩個例子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天哪這個超級嗨的 我自己也覺得超級嗨 可是就有人然後特別喜歡在很興奮的時候 講出一些神佛之類的東西 其實這有點像是國外就是 Oh my god 不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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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基本上我一定也不可能叫Jesus 太解嗨了 所以通常這dirty walk 應該會是用什麼樣的詞語 我覺得dirty就keep dirty 下流淫貴 你就是讓它髒就好了 Oh garbage Oh trash 不是講垃圾 不是那種東西 其實有一次阿很尷尬的是 我自己也沒有察覺我會覺得很解嗨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美國的一個飯店 然後跟一位男子 正要發生就是比較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習慣開著電視嘛 可是電視在幹嘛你知道嗎 他在喘叫 對方是沒有發覺 然後我就一直超解嗨的 我把這關掉 啊關掉的時候是不是有一種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就是要重新來過啊 天啊又要再來一次這樣 這很難重新建立耶 我覺得交往久了就可能難重新建立 但剛交往的時候沒有人在管你這個地方 對 剛交的時候還好 下一題 Come on 你們的問題可不可以在 厲害一點啊 我女友規定我們約會一定要穿情侶裝 全身上下那種我很困擾該怎麼辦 你就跟你女友講說 好我穿 但是再加我們兩個人 你全部都要裸體的狀況 這是一個交換嗎 我覺得這解決辦法有很多耶 或者是情侶裝 你可以買超級醜那種就穿幾次出去 他可能就不想 我最愛我老婆 對對對 還有綠島好熱 要不然有人可以講出更好的解決方式 欸 Yu想要解答嗎 然後你來來來來你跟我講 好 Yu妳說 怎麼了 妳說 OK好我講 你女朋友叫你幹嘛就幹嘛 洛莉巴說穿個情侶裝而已 一天到晚再哭是哭什麼哭 這不是我講他講的 還是下一題你想參加 好沒關係下一題 意外在女友的包包裡發現我穿過的內褲 問他說他喜歡我我內褲的味道 隨隨隨隨想聞 我是不是要帶女友去看醫生 你要心存感的 你女友 因為喜歡你才會放你的內褲 要不然他大可可以放隔壁鄰居的內褲 隔壁老王的內褲 但他放的是你的 他說他喜歡你的味道他就跟你告白 隨隨隨隨隨想聞 那請問內褲錯了嗎 你這樣就要帶他去看病 你是不是自己才要去看病呢 有人想聞你的內褲耶 何德何能讓人家想聞我們的內褲 如果有粉絲想要聞阿菜的內褲 請在下面留言 有 我跟你講喔 我不知道現在現場有多少男生或女生 是喜歡味道的 因為呢每一個人都有不太一樣的味道 然後有時候有些男生是聞到女生的味道 然後他就會鼓起會有反應 女生也是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香水這個東西 我們有刺激感官是在味道上面 你們懂不懂 你們同意嗎 同意 所以我覺得 他把這個東西拿在身上 請你心存感 好 我們要進入下一個環節 要進入下一個環節 對 最後的環節 好 因為問題實在太多了 我們準備了12個題目 你每個題目只有5秒鐘的時間 告訴我答案是什麼 計時 開始 女友會在外面約會的時候 一直偷摸我的下體或是屁屁 對她生氣或是好好談談 都是無效的溝通 請求天菜娘娘教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吧 人家摸你 你就給他摸回去 我就叫他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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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秒了5秒了 回去就死定了 好來第二題 男友睡前都要一個小時的通話 而且對話通常沒有意義 大多都在說今天吃什麼 學校同學說了什麼屁話 我該怎麼讓男友變得有內涵一點呢 直接分手 因為你不夠愛他 第三題 我的男友很喜歡分享他便便的照片給我 阿菜有沒有什麼招數可以讓我男友正常一點 罵你男友狗幹 好第四題 我女友很在意我在外頭約會的時候不摸他屁股 我覺得在外面摸他很害羞我該怎麼辦 我跟你講出去帶個包包 然後用那個鼓鼓的包包一直頂他一直頂他一直頂他 男友每次玩遊戲就會忘記時間 一打就是好幾場 我該如何讓他不沉迷於遊戲 可是那個遊戲真的要很多時間玩耶 要怎樣讓他不打這麼多東西去找一個不愛打遊戲的男朋友 我女友每天都要問我20次你在幹嘛 我知道他應該是沒有安全感 女生是不是很需要人陪 他會這樣問你就表示他想你 然後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說 你問回去 他問你20次你就問他40次 男友半年沒跟我打炮了 我試過各種方式誘惑他都無效 請問阿菜我該怎麼辦 這要怎麼過生活啊 是不是想逼死你啊 要不然就叫他分手了好不好 我女友一直逼我穿他的裙子 直接的對我毛掃毛腳 他覺得很刺激 有沒有可以不讓我穿裙子 又可以滿足女友的方法 打電話叫外送他 讓他穿 男友只有在做愛的時候才會跟我說我愛你 平時都不會 難道我遇到渣男 20220 有跟你說自己不錯嗎 我今天跟人家弄一個 我還要跟人家說我愛你嗎 女友最近時不時就想把玩我的菊花 我覺得有點太過頻繁了 我該如何讓他比 哈哈哈哈哈哈 他這太好笑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 心存感恩 我男友會突發性沒有來的情緒低落 上一秒還在聊天 下一秒希望我給他空間 難道是我男友情緒不穩定 還是想要找藉口不理我 我是不是愛上一個怪怪的人 你不是愛上一個怪怪的人 你愛上一個軟爛男 這跟渣男是不一樣的 開心他非傷痛你非 你自己去想看看 好最後一題囉 今年生日時女友送我一打飛機杯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一起來玩吧 好啦 今天講完了這四大問題 還是要在這邊宣傳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然後我們還會有會員系列 我們會員系列就是一些花絮 或是不能說的秘密 會晃在 哈哈 會放在會員區 如果你們之後呢 有什麼問題疑難雜症 我們就挑選出來 拿出來解答OK 問地問天都不對 問神不如問阿財 我們會打開 我們會在這裏 這裏是個大小便 在外面的規模 是裏面的規模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